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奶奶就一直催促我妈妈快点生孩子 比一胎是女孩 奶奶气得差点在产房外晕厥过去 指着我妈说她不争气 还没等我妈出月子 她又开始强迫我妈妈再生二胎 那个时候国家还没开放生育 我妈不敢违反政策 只好委婉拒绝她 可是我奶奶却由言不尽 甚至还冒出了要把我卖掉 让我妈再生一个小孩的想法 最终我妈拗不过她 还没一年又怀了一个 结果因为身体没养好不小心流产 导致之后无法怀孕 若不是我叔叔生了堂弟 我妈不知道要被我奶奶骂成什么样 你堂弟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你叔叔买不起房子 要让我用公积金给你堂弟买房子 我妈一向好脾气 对于奶奶的话从来都不忤逆 但我爸是个孝顺儿子 对于奶奶的话说一不二 这一次我妈终于忍无可忍 和我爸吵了起来 我妈说了 这个钱以后会还给我们的 你不要那么小气 我爸点了根烟 一脸烦躁地吞云吐雾 我妈恶狠狠地瞪了我爸一眼 你要去做孝顺儿子你去做 我们家贴补你弟弟家多少钱了 哪一次见他还过 说吧 我妈又开始抽气了起来 正当我爸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听见门外传来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妈抹了抹眼泪 前去开门 还没进来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刻薄的声音 怎么这么晚才开门 害我们等这么久 不用去猜也知道是谁来了 我奶奶带着一群人来到我家 还未等我妈发话 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指指点点道 怎么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长辈来了还不倒茶 我妈有苦难言 弯着腰正打算倒茶时 被我拦住了 让我来给奶奶倒茶 老太婆一脸欣慰地看着我 趾高气扬道 看看 这才是晚辈应该有的样子 我把茶杯递给奶奶 她抿了一口 差点把杯子丢了出去 这么烫的水 你个小兔崽子 是要烫死我呀 看着她那副狼狈的样子 我差点笑出了声 但仍故作镇定 都是我不好 忘了是水温 要不然我再给您倒一杯 她被气得脸上有些挂不住 没工夫和我多抹嘴皮子 直接挑明来意 上次让你考虑的事情怎么样了 能不能用你的公积金 给萱萱买房 这钱是我明年退休之后 给严严买房子用的 之前老房子拆迁的钱 已经全给三弟了 这次真的不行 我妈唯唯诺诺了半辈子 这一次终于主动拒绝了 听到这话 我奶奶气急败坏地看着我们一家 用你们一点钱 你们就这样斤斤计较 真是一群白眼狼 我哪里有亏待过你们 我实在是听不懂 她指的亏待是什么意思 每次逢年过节 给叔叔一家送钱 给我们就是一堆 她不要的破烂东西 每次她哪哪不舒服 都是我爸妈送她去看病 我叔叔一次都没出现过 见我妈不接招 老太婆直接在地上 开始耍起了无赖 你们这群没心肝的东西 真是气死我了 哎呦 边撒泼 还边哎呦的叫唤 跟在我奶奶身边的 堂弟同轩健壮 立马上去哭天呛地 奶奶 你没事吧 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奶奶呀 搞得好像下一秒 她要嫁喝归西一样 我内心翻了一个大白眼 她死不死和我没关系 但不能死我家 我上前梨花带雨道 奶奶 对不起 是我妈妈不懂事 这房子肯定买 我妈妈的公积金 提取还要手续 不如用我的积蓄买吧 听到这话 老太婆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乖男男 你说的是真的 我的鱼开始上钩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饭桌上除了我们和叔叔一家以外 还有我堂弟同轩的未婚妻何静静 看到何静静后 我竟然觉得有一丝眼熟 我乃一屁股坐在主位上后 不要脸的开口 萱萱 我前几天看了几套房子不错 明天让你姐姐带你去看看 好的话就可以直接买下来了 何静静听到后 眼睛都亮了 但故作胆怯地开口 谢谢堂姐 但是这户口本上的名字该怎么办 童轩摆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道 这钱既然是堂姐出的 当然要写堂姐的名字了 这怎么行 名字当然只能写你们小两口的 奶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以一种不容智慧的语气命令 我们是一家人 你堂姐既然赚了那么多钱 当然要给家人花了 而且她要什么房子 到时候她结婚 有男方出房呢 坐在我身旁的老妈 气得脸都快绿了 就在她按捺不住要起身时 我一把按住了她 我掏出手机 用微信给童轩赚了二百块钱 还没等我关掉屏幕 对面的童轩秒收了我的钱 一脸不解地在饭桌上问道 姐 你转我二百块干什么 买房子这点钱可不够 谁说不够的 这钱足够你买个骨灰盒了 我抿了一口酒 露出标准的八尺微笑 接下来 我乃的脸可谓精彩分成 比我看过任何一部电视剧 都要精彩 她气得拄着拐杖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你现在挣个几个臭钱了 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气死我 你就开心了 我爸见她动了大怒 立马跑过去安抚我乃 童言只是开玩笑 妈你别生气 我等会就好好教训她 哼 我看她是自己三十岁了找不到对象 见不得轩轩好 我乃美好气地白了我一眼 恶狠狠地说道 你知道街坊邻居说 你什么吗 我听了都丢人 我冷笑了一声 我羡慕她哪一点 羡慕她丑羡慕她穷 马上奔三的年纪了 却还是啃老一事无成 童言 你少说几句 我爸高声训斥了一句 见我爸没继续说什么 我乃立刻开始拿出五十年的演技 哎哟 你们就是盼着我早点走 是不是 我好难受啊 老伴啊 你不在了 他们都欺负我 不用猜 也知道 他想逼我爸救饭 我懒得看他表演 既然这个饭他不想好好吃 那我就不吃了 我提前回到了家 没多久后 我爸也回来了 果然 不出我所料 进家门前的第一句就是 盐盐 我已经答应奶奶了 这个房子必须你买 爸 我是你亲生女儿吗 我感觉 我爸真的是被我奶奶和叔叔一家人 下降头了 这哪里是扶贫啊 分明就是大冤种啊 我妈这次也很果断支持我 老童啊 盐盐赚钱不容易 就算婆婆偏爱萱萱 也不能这样压榨严严吧 谁说你奶奶不心疼你了 她早就给你找了相亲对象 明天就去见面 我爸说道 呵呵 他们想要房子不成 所以换方法 曲线救国了 本来我是不打算去相亲的 但是在我爸的强烈要求之下 我还是去了 我虽然知道是个坑 但是没想到是个天坑 别说奶奶还挺疼我的 这一介绍 就介绍一大把 就是有点宝量不保质了 各个歪瓜裂枣不说 要求还格外奇葩 离异带娃的要求 我对她的小孩视如己出 因为她不会赚钱 所以要让我养她和孩子 妈宝男要我结婚后回归家庭 除了洗衣做饭带小孩外 还要学习各种按摩技能伺候她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月入八千的油腻男 肚子上一堆肥肉 对着我指指点点 大冬天的还穿裙子 真是不知检点 我懒得搭理她 继续喝咖啡 可是那个油腻男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我虽然只有中专水平 但我想要找个女博士 那可惜了 我没达到你的要求 我故作惋惜地看了一眼 起身正准备离开 油腻男的咸猪手却一把抓住了我 一脸猥琐地看着我 别急呀 你的外貌勉强合格 我们可以再聊聊 聊得投缘这些细节就不必在意了 我露出虚伪地笑 在包里摸索了一会儿 问道 可以聊 但你能不能先把手放开 油腻男误以为我是欲擒故纵 捏着我的手腕还不忘妈撒几下 我强忍着反胃 开口 你不知道这是骚扰吗 见我这么说 对面的油腻男愈加过分 你穿成这样 不就是给我们男人看的吗 说着 她的咸猪手顺势搭上我的腰 不但如此 她还往下摸索 就在要碰到我臀部时 我眼疾手快迅速地挣脱 反手给了她一个响彻天际的大耳光 油腻男显然是被我的这一掌给打蒙了 捂着半边肿胀的脸 咬牙切齿道 童言 活该你 没人要 你给我等着 我没等来油腻男的救兵 反而是等来了童轩和她未婚妻和静静 堂姐 我好心把我同事介绍给你 你怎么能打我同事耳光 童轩怒气冲冲地前来问罪 一旁的何静静也添油加醋 姐 你现在都三十岁了 能有人看上你已经不错了 你不能要求太高 她自立行间都在贬低我 强调我是个没人要的赔钱货 我不恼 露出浅浅的微笑 弟弟不是我眼光太挑了 是有你这个好男人的榜样在 我不得不以你为标杆哪 童轩没想到我会夸他 第一次露出难为情的表情 我勾起嘴唇 继续吹捧道 你可是我们童家当之无愧的好男人 你看他对你多好啊 手机随便看 什么事都听你的 为了你自己吃土 都要买一个巨贵的名牌包 听到这话后 何静静的脸色瞬间变了 同轩 你怎么没给我买过包包啊 我故作惊讶 瞪大了眼睛无辜道 啊 他没送过你包啊 哦那是我记错人了 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其他女人了 何静静立马发作道 我趁着他俩混战时 悄悄离开了现场 这只是钱菜呢 别着急 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 我刚一回家 就听到我爸在发脾气 看来我爸应该是知道了我的壮举 他把弃拳撒在我身上 你奶奶好心给你安排相亲 你都搅黄了 亏你奶奶还让人送砂糖局过来 童言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道奶奶给我安排的都是什么人吗 我一字一句道 要么是离异带娃 要么就是妈宝男 我知道奶奶不喜欢我 但也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我妈听到后几眼了 我们妍妍虽然年纪有些大 但好歹没结过婚 怎么能嫁给二婚还带孩子的 坚决不行 我爸面子上有些挂不下去 支支吾吾反驳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 这些年的书都白读了 说吧 我从包里拿出刚才用手机录制的视频 甩在我爸脸上 你自己看看 你女儿被色狼动手动脚 只能吃亏 不能还手吗 我妈还是格外心疼我的 看到视频之后 泪眼扑素 抱着我低声痛哭 老童 我知道婆婆看不上我和妍妍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你说说我哪里对不起你们童家了 要你们这么做见我女儿 妈 都怪我不是儿子 如果我是男孩 你也不会吃那么多苦 我故意把声音放大 好让我爸听见 文言 我爸的表情有些动容 半嗓没说出话 我妈健壮 决绝道 我是不会让妍妍给萱萱买房子的 我们之前帮弟弟一家已经够多了 如果不是他们抢了我们老屋拆迁款 他们哪有钱住现在的房子 我们也不会像现在一样遭罪挨动 对于我爸而言 我们家真是一个大冤种 我爸赚来的钱都去养小叔叔一家了 本来我们家是要买暖气的 结果小叔叔一家想要装的暖缺钱 我爸这个大冤种把钱给了他们 甚至还拿出了存款 就连地暖的电费都是我们家出的 如果要颁一个年度院种奖 这奖非我爸莫属 就在我以为我爸第二日又要发脾气时 他突然不作妖了 因为他发烧了39.8度 整个脸都在发烫 我爸有点胆小 自从和奶奶吃完团圆饭之后 一直都未外出过 我排查了一下身边的人 发现都没有被感染 那一定是我爸接触到了什么 突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砂糖局 想到了我爸说的话 我奶奶怎么可能那么好心 无缘无故给我们家送东西 她不来白条都算破天荒了 不过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 连忙给我爸找部落分 可是我打开我家的医药箱里面空空如也 妈 家里的药呢 我记得之前给家里游记过一些感冒药和退烧药 怎么没有了 躺在床上的老爸顿时有些心虚 不敢作声 我妈也埋着头 不说话 要是不是 我话没说完 但心里已经猜到了大概 我妈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埋着头半嗓才说到 要都被你奶奶和小叔叔他们拿走了 就没有剩下一点给自己用 我反问道 当我看到我妈那副唯唯诺诺的表情 我就知道要全被他们给拿走了 躺在床上的 我爸明明已经烧得快不省人事了 却依旧还在嘴硬 大家都是亲戚 帮一下忙会怎么样 我能看着你奶奶和小叔叔病了 坐视不理吗 我把他的手机放在他的面前 面无表情地说 你现在就给奶奶和叔叔打电话 看他们愿不愿意给你送药过来 打就打 我爸颤微微地从被子里伸出手 倒估了好一阵子 才拨通了电话 过了好久 电话才接通 电话那头的我奶语气还不错 咋了儿子 是严严想通了要给萱萱买房了吗 我爸语气极其卑微 妈呀 你能给我送点药来吗 我发烧了 听到发烧两个字 我奶的态度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闲雾地开口 你好意思吗 我这么大年纪还要给你送药 万一被传染怎么办 再说了 我家药都不够呢 我爸央求了几句 我奶好像是心软 又忽然答应 那我让小二给你送过去也行 小二 是我小叔 我爸当即就笑了 可还没等他开心碗 我奶就又说 但你让他冒险送药 好意思吗 买房的事说定了 再把药拿给你 妈 可那药还是我拿过去的 亲兄弟送个药 可我爸来不及说完 那边见他没有给钱的意思后 就毫不留情地把电话给挂断了 等到我爸再打过去时 已经变成无人接听了 我爸又给小叔叔一家打电话 可是得到的回答和我奶的并无差别 别打了 他们不会给你来送药的 我早就认清了他们一家的真面目 怎么我爸还和偶像剧里的傻白 舔女主一样 不清醒呢 我爸一边躺在床上痛得哼哼 一边还不死心给他们发微信 幸好我早有准备 这次回来时也拿了一些我之前没吃完的药 我把药放在我爸床头 叹了一口气道 爸 别发了 他们不会回你的 或许是发烧的缘故 还是叔叔和奶奶带给他的刺激 他竟然一下子哭了 因为我感染过 所以在这七天里我没有任何影响 我爸病了一场好了之后 对我的态度稍好了一些 这也对亏我爸在我妈面前吹耳旁风 要不是你女儿 我们两个人死了都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我把我在这七天里查到的信息 给我爸妈看 你们之所以会被传染 是因为这个送沙糖菊的人 他来咱家的时候都还没退烧 这橘子是你奶奶特地叫人送过来的 我妈惊呼了一声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我爸眼神里先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讶 随后又反驳道 怎么可能 你奶奶怎么会害我呢 你不懂就别瞎说 我爸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除了调查到的送礼人 我还收到了一张文件照片 那是一张保险的复印件 参保人填的是我爸的名字 而受益人是我奶奶 我爸拿着保险单时 手指不住地颤抖 在看清上面的字后 我爸布满血丝的眼里流出两行青泪 女儿 这一次是我错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我爸握着我的手 不断地忏悔 现在她可终于清醒了 不过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 爸妈 你们想换房子吗 可是我们家真的没什么积蓄了 我妈之前就一直想换 但是奈何一直没存下来钱 没关系 我有办法 我奶接到我的电话时 不免有些吃惊 你怎么打过来了 就算隔着电话 我也能感受到 我奶奶腹嫌弃的嘴脸 我笑道 奶奶 之前是我们家不对 我们病好之后 想明白了 什么都没有亲人重要 所以这房子我买 见我松口 她立马改变自己的丑恶的嘴脸 我就说 我们家妍妍是最乖的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房吧 我立马建议 听到这话 我奶不禁有些犹豫 我立马又下了一剂猛药 我这几天 已经联系了好几家房地产商 如果再不买的话 好的房型就要被人预定完了 我想到 我奶最喜欢可以晒太阳的阳台 又追着说 还有一个巨大的阳台哦 你还可以晒太阳呢 原本还有些动摇的她 听完之后立马下定决心 好 我这就让带你叔叔一家去看房 我带着他们看了好几家之后 他们终于看中了一个三十亿厅 带一个阳台的精装房 房子采光极好 小叔叔一家看到后赞不绝口 这房子挺好的 不知道首付需要多少呢 我问道 销售员看了我一眼 只需要五十万哦 一听到五十万 叔叔一家都傻了 对着奶奶小声嘟囔道 妈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奶奶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 这房子严严会出的 你担心什么 是吧 严严 五十万确实不贵 只是 我面露难色 只是什么 我解释道 只是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的钱 现在都被股票套住了 一时半会取不出来 那这该怎么办呢 童轩有些着急了 我知道她和何静静还没结婚 何静静一直在等童轩买完房子后 才会和她登记 我思索了片刻 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不如你们把现在的这套房子卖了吧 买了新房子之后 就能立马住进去了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又附和了一句 首付你们出 后面的尾款等我钱取出来之后 立刻付上 一旁的销售员不免催促道 你们决定好要买了吗 如果不买的话 那我就要介绍给下一位客户了 我小叔叔犹豫了片刻咬咬牙道 好 我卖 签订买房合同 那日我乃 并没有来 我问了小叔叔和同轩 他们也支支吾吾地没有说话 看完合同之后 小叔叔的脸瞬间就垮了 在我身边小声道 怎么这个房子的价格这么低 叔叔 你那个房子地段不好 加上前两年小区出过命案 风水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买 我解释道 小叔叔眉头紧簇 那也不能这么低呀 对面的买家 看我们一直在嘀嘀咕咕 顿时没了耐心 还卖不卖呀 不卖我就走了 中介立马就急眼了 这可是我找到的唯一一个卖家了 你们要是不卖的话 就别卖了 一旁的何静静立马添油加醋道 同轩 这个婚你到底想不想结呀 想结就快点让你爸买房啊 同轩是个恋爱脑 听何静静这么一说 立马拿过合同 直接把笔递给叔叔 爸 你快签字吧 小叔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把字给签好了 此刻的同轩脸上 还挂着单纯质朴的笑 嗯 我猜他马上就要笑不出来了 炎炎 你奶奶出事了 你快来帮帮我们 一大清早 叔叔的电话就急切地拨了过来 我一接到电话就赶了过去 原来他因为高烧不退 住进了医院 叔叔一看到我来了 神情有些慌乱 炎炎 你爸爸妈妈怎么没来呢 我解释 我爸妈生病刚好 再来怕又复发了 我来也是一样的 听到这话 叔叔顿时松了口气 笑咪咪地说 看到你来了 我就放心了 你奶奶现在住院 一天的住院费也太贵了 这下我懂了 合着我过来是当免费提款机的 多少钱 当我拿到缴费单时 我差点都惊呆了 他可真是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客气了 现在的奶奶肯定需要人照顾 你们进去照顾又太危险 不如找个两个看护吧 还未等他们回答 我又叙叙叨叨 双人病房怕会吵到奶奶 不如就安排到单人病房吧 一听到我说的这些 他们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喜色 我就说了 严严是最有孝心的了 不 是叔叔和萱萱 你们最有孝心 说吧 我立马去联系医院 让他们安排 安排完之后 我还刻意叮嘱护士 我叔叔记性不好 等会儿别忘了催他们 我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找了搬家公司 正在楼上指挥时 我听到楼下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这不是我家的沙发吗 你们搬东西 干什么 话音刚落 就见我叔叔和婶婶疯子一般地冲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不用搭理他 你们继续 我吩咐道 叔叔的脸比吃了苦瓜还苦 童言 虽然我是你叔叔 但是你这样闯进别人家 也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叔叔 你是不是忘了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我好心提醒道 要说犯法的话 那也是你 此话一出 叔叔和同轩立马愣住了 那这也不是你的房子 我立马拿出房产过户证给他看 不好意思叔叔 这套房子现在是我的了 看到上面的名字后 我叔叔立马震惊了 童言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你该不会打住你的歪主意 我的钱都是光明真大挣来的 不像你那个只会啃老的儿子 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童轩这才想起来 下午在医院发生的事情 问 医院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婶婶这下才想起来 撒泼道 童言 你奶奶住院的这笔钱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 我不知道 我婶婶哪里来的勇气 说话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只是建议而已 况且你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为你是同意的 我看着叔叔 那副气炸了的表情 特别受用 叔叔怒气冲冲地 给我爸打电话 童言 你就继续得瑟吧 等会你爸来了 不打断你的腿 电话接通了 为了狠狠打我的脸 我叔叔还特别友善地打开了免提 哥哥 你瞧瞧你生的好女儿 都会算计自己家里人了 就连房子都要来抢了 我叔叔疯狂输出道 半晌 电话那头传来我爸的声音 严严 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吗 一听这话 我叔叔脸上写满了得意 但下一秒 他脸就垮了下去 严严 爸爸支持你一切的决定 叔叔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耳朵有问题了 不敢置信地问道 哥 你是不是脑子稍糊涂了 还有事吗 没事我就挂了 说完 我爸就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 我弯起嘴角 问 叔叔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如果没疑问的话 就烦请你离开哦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童言 你等着 早晚会有人治你 看着我叔叔气呼呼地离开 我心里一股爽 婶婶走之前 还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真不愧是恩爱夫妻呀 彼时 我的手机里收到一条短信 不知道看到这条消息后的婶婶 是否还能和叔叔情比金尖呢 折腾了好几天后 我奶奶终于出院了 刚一出院 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我家 奶奶 这么着急呀 刚好就来我家了 我看着一群人堵在我家门口 就知道 他这次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我奶奶一边咳嗽 一边气急说 你爸妈呢 让你爸妈出来 我爸妈不在 你有事找我也行 我坐在沙发上 无比悠闲地看着他 他皱着眉胸狠地拿起拐杖 就在要落在我身上时 我一把接住道 奶奶你病才刚好 千万别生气呀 你要是生气 我可以帮你教训叔叔 说着 我一把夺过拐杖 狠狠地打在了叔叔身上 我婶婶立马吓了一跳 立马护住我叔叔 真是要反了天了 居然被一个小辈这么欺负 低价片我们卖掉房子 害得我们现在没地方住 妈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说到做主 奶奶你确实地好好做主一下 我转身 从一个信封里面拿出一叠照片 甩在叔叔身上 婶婶看到照片上的人之后 发疯般地狂叫 童国强 你好大的胆子 我在家里忙 你居然去外面找小三 照片里的主人公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个 不成气爱偷吃的叔叔 和他的小三 我很乖巧地把拐杖递过去 婶婶毫不犹豫地抄起家货 狠狠打在他身上 我乃健壮立马心疼了 你这个泼妇干什么 国强出去找小三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本事 什么都怪国强 婶婶听到后立马不满意了 你这个老太婆 我忍你很久了 你们一家子也太欺负人了 等萱萱结婚之后 我就要和你离婚 恐怕你要失望了 我说到 这个婚可能结不了了 什么意思 婶婶顿了顿 抹了一把眼泪看着我 我坐在沙发上 笑着看他们 叔叔 你们好像还没去签订买房合同吧 听完之后 婶婶显然愣了一下 对着叔叔破口大骂 我这几日一直催你去交首付 你一直在拖拖拉拉 你是不是把钱去养那个小三了 老婆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叔叔见状 立马开始认怂 同轩在一旁劝嫁 妈你别生气了 老爸知道错了 我会和静静好好说的 再晚点买房子 我看着婶婶那张扭曲猙獰的脸 觉得格外好笑 明明已经气到了极点 却极力忍耐地说道 只要你和那个小三段干净 我就当作没发生过 叔叔瑟瑟发抖地看了婶婶一眼 半天没有说话 见叔叔一直沉默寡言 我只好好心地替她发言 可能不行了 那个小三怀了叔叔的小孩 童国强 你个人渣 我要撕烂你 这下婶婶终于忍不住发作 下一秒就薅起了叔叔的头发 叔叔疼得呲牙咧嘴 奶奶一听到小孩这两个字 眼神立马亮了起来 咒骂婶婶不懂事 你们闹够了没 闹够了就出去 我没闲心听你们唠家常 我捂住耳朵 实在是不想听他们刺耳的尖叫声 这下我奶奶才想起此行前来的目的 童言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房子的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有什么好交代的 当初老房子拆迁 本该属于我爸那一份的钱 拿去给叔叔买房了 现在我又要回来了 有什么不对吗 可能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所以我再次好心提醒 你让你爸出来见我 我乃被气得颤巍巍的 感觉下一秒就要站不稳了 我爸已经去了我工作的城市了 以后也不会回来了 你们要继续在这耍赖 我也没办法 毕竟这房子现在也不是我的了 我一点也不介意他们在这里闹 反正等会物业和保安会赶他们走 我把在老家的房子全卖了 然后在我工作的城市 买了一套新的房子 给我爸妈住 房子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我也准备要回去工作了 就在我走的那天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我决定再去看我奶奶一眼 她现在和叔叔同轩住在一起 挤在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你还来干什么 我们这不欢迎你 童轩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我冷笑地看了她一眼 怎么不是要结婚吗 怎么没见你女朋友 我和她好着呢 你少操心 童轩耿着脖子嘴硬 嗯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 全身上下只有最嘴硬 我把手机里的短信拿给她看 是何静静发给我的消息 上面写道 我和童轩正式分手了 你和何静静什么关系 童轩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要谢谢你的女朋友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叔叔 还有 我做了一个嫌恶的表情 偷吃的爱好 我曾经在饭局上遇到过何静静 她是一个见钱眼开的情场老手 专骗童轩这种恋爱脑 所以我花钱顾和静静监视叔叔一家 没想到居然被我发现了端倪 不过姐姐也是为了你好 这种骗子 咱不解也罢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装模作样的安慰 童轩瞪了我一眼 不就是经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之后一定赚得比你多 你确实要赚得比我多 不然你怎么养你的弟弟啊 我偏头一笑 哦不 也有可能是妹妹 不过你没有赚钱的机会了 上次童轩给我介绍的那个油腻男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方 出于私人以及他们公司方案太过垃圾的原因 我没有选择和他们合作 油腻男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太过丢脸 于是只好找童轩出气 开除了童轩 现在的童轩 只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离开后就和父母定居在了我工作的城市 偶尔还能从我爸妈嘴里听到 关于我奶奶那边的消息 听说我叔叔和婶婶离婚后 小三生了一个女儿 被我奶奶格外嫌弃 小三受不住我奶奶的训斥 丢下孩子跑路了 现在他们两个大姥爷们无处可去 只能和奶奶合住 每天还要照顾婴儿 弄得狼狈不堪 不过这些事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我们一家已经做得人至义尽 而他们也是最有应得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尝不散 变老